主要是啟動錶單,啟動錶單按下去之後 這個就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啟動錶單裡面它只有一行程式 這個叫HOME,我們重新命名,它名稱叫HOME 所以HOME.show,它就叫出來 那當然我可以輸入一些資料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當然可以輸入一個 比如說一個名字,然後假設它的成績是多少 當然我們好像有防止它沒有輸入 比如說這個資料沒輸入,按新增的話 它好像會跳出那個請務必輸入資料的訊息 因為會每一個每一個檢查,一定要都輸入資料 另外好像有輸入那個120,假設這樣子按新增 它會出現那個請輸入那個0到100之間的數字 防止它輸入錯誤嘛 所以如果你將來呢,假如說在讓那個使用者輸入一些資料的時候 你擔心說對方有亂輸入一通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些防止它錯誤的這些相關的防範措施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們一樣把舊的資料刪掉 然後呢,優標把它放在這邊 讓它可以繼續輸入,直到它輸入正確的為止 那另外好像最後有一個,按了Enter之後 它還要再按,就是跳到新增 那我們最後有講到按Enter 直接就把值給輸入了 有沒有,把剛剛那筆記錄輸入 並且把資料清空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那還記得吧,裡面程式不外乎大概 我們在雲端上面也有放 那或者是說呢 我們來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裡面大概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先在這邊新增一個錶單 這個錶單的名稱改成叫Hong 所以將來Hong.show 它才可以把這個錶單給叫出來 那這個錶單裡面分別就放了 總共前面會有用這個標籤 用那個我們的工具箱裡面的那個 這個大A做這個 這幾個,那其實你可以做一個之後 把它複製到其他的 有沒有,這個應該還有印象 然後呢,把它名稱改一下 這個是Label 那這個的話呢,是小A小B 是做什麼,輸入的 這個叫Test Box,文字方塊 那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按鈕 有沒有,新增 這個是什麼,Command Button 我們大概主要用這三個而已 那其實這個錶單功能 非常的好用 而且未來我想你只要 牽涉到輸入資料 都可以試著用它做輸入資料 裡面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呢? 其實 就是,舉凡所有的系統啊 其實你說要用它來做一些 這個這個,比如說像 常用什麼進銷唇 其實很多同學會問說 要找廠商幫忙做 可是問題你的系統 比如說它的那個 公司又不是很 規模不是很大 預算很低 那如果預算很低 你要找人家寫 很多人都不願意啦 說真的你規模這麼小 金額這麼低 很少廠商會願意接 那怎麼辦? 乾脆用VBA自己寫一下啦 那這樣的話呢 也比較完全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不然的話 像有些同 有些之前我認識的一些 那個業主啊 就是外面隨便買一個進銷唇 就買來之後發現 哇 完全 功能是有啦 可是問題啊 不需要的一大堆 但是因為你是買套裝的 那套裝有點像 反正你全部都給你了 你不要也沒辦法刪掉 除非你客製化 那客製化就像我剛剛講的問題發生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己利用 像這種工具箱 然後呢 把相關的欄位 進銷唇的欄位你需要的 像因為每個公司的這個商品都不一樣 那你可以自己客製化一下 那裡面的話可以運用這些工具箱 去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那分別把這個畫面先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流程大概就是先 確定一下你有哪些欄位 比如說我們總共有1 這個是名字嘛 所以這個可能要加一個 比如說姓名好了 那1 2 3 4 總共有四個欄位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所以這邊的話 所謂的資料吧 一般我們給他一個名稱叫M嘛 叫MetaData 放資料的地方 這個V的話就是畫介面 那C的話就從就撰寫程式啦 所以其實一般 在程式撰寫有MVC啦 其實在這邊也完全適用 那C的話指的是 撰寫程式的那個Ctrl 那程式怎麼寫 基本上上禮拜講過 當你輸入資料之後 程式記得在表單的這個設計裡面 它比較是屬於所謂的事件驅動 就是當你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所以你把那個按鈕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叫CommandButton1 BackClick的一個事件 那工具選項 把字放大一下 我把它放大到12字 那另外提一下 剛剛有同學提到那個工具箱 這個工具箱 理論上應該長得比較大一點 可是剛剛好像有同學是非常的小 這個可能 如果設定 頂多是從這邊選項裡面找找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變大 如果沒有那 就沒辦法 因為它可能是 新舊版的 看印象中好像沒有 所以 像是剛剛有同學用比較新的電腦 配合Windows 發現好像這個工具箱變得好小 那如果很小的話 那不就是把解析度調一下 你可以看我們電腦的解析度 調小一點看看 會不會比較正常 OK 那再來就是點它兩下 裡面程式 我這邊前面有講過 防止 第一個是防止如果 這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指的就是 這三個 這個叫 我這個名稱叫Testbox2 我沒有改名稱 234 防止這裡面沒輸入資料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 如果 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中間用或 如果 這個其中有一個 是沒有輸入資料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每一個都要判斷的話 就是這樣寫 等於空的 表示他沒輸入資料 或者是第二個 沒輸入資料 其實都一樣 所以 其實我是這樣 輸入之後 複製貼過來 這邊改2 貼過來 改3 改4 這樣 然後做什麼 給他一個警告 請務必輸入資料 然後後面有一個 逗點 我這邊叫VB quartile 上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在那個 訊息 對話方塊上面有個警告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 quartile 就是有一個警告訊息 那後面有一個 is it sub 所以我們這邊 假設執行了之後 他都沒有輸入 按清真 有沒有 請務必輸入資料 會有這個效果出現 那另外第二個是 判斷是不是在0到100之間 那只要判斷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第二個第三個 其實他長的幾乎都 一模一樣 所以 那怎麼判斷0到100之間 就是 他必須要 這個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這個 輸入到那個testbox裡面 是不是大於 大於100 假設100 假設他大於100 或者他小於0 那表示怎麼樣 這兩個是屬於非法的 因為你看 成績不可能是大於100 或者小於0 中間才是正確的 那所以我們的邏輯上 如果這兩個條件 只要有一個出現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並且游標放上去 然後呢 再離開這個程序 好 所以我demo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說 今天假如說呢 他有輸入資料了 然後 可是問題 他輸入的資料是非法的 0到100 這個假設 假設我輸入幾個 有一個是錯的 兩個是對的 那我按下新增的話 基本上他 有資料 他過了 再來就判斷什麼 有沒有輸入正確的 0到100之間 那因為這個沒有的 要按新增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 他會先跳一個Meshbox 請輸入 0到100之間的數字 那因為他是在那個 Testbox2的地方 筛選到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清空 並且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離開程序 有三個嘛 三個好 所以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把它清空 游標放在這裡 離開程式 OK 那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 我的第二個 做完之後有沒有 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這邊都改成3 那你會發現 2跟3之間呢 只有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 Testbox的名稱不同 好像程式全部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 一段 兩段 三段 因為會有 三個輸入資料的文字方塊 二三四 所以你就 要分別去判斷 因為這個部分沒有辦法像上面這樣 一次全部判斷 因為一次判斷的話 他不曉得 游標應該放在哪裡 這個SetFocus就是 游標應該放哪一個 那你可能要個別輸入 好 那如果說他全部都對了 上面這些問題都沒有發生 才是處理 輸入資料的部分 所以上面部分 當然這個是我想到的 可能的錯誤啦 當然除了這兩個錯誤之外 可能喔 還有其他的錯誤 那如果說你還有其他錯誤的話 怎麼辦 還是要用一幅來判斷 反正將來 如果你將來要讓人家輸入 這個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想到的越多 那他可能會犯錯的機率 就會維乎其為 那如果維乎其為的話 你將來呢 根本就不需要花時間 再回頭去檢查資料有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發現喔 現在很多那個那個那個業界 很多問題都發生在 回頭去把那個之前 前面的人輸入錯誤 再重新再去 怎麼樣 把它恢復 把它去去做一個糾正的動作啦 所以其實花費更多時間 那與其這樣你倒不如怎麼樣 你用表單喔 先規範好 如果規範好 它只要有一定的規範 輸入的資料沒有錯誤 那後面呢 基本上就不用花更多時間 去檢查錯誤 因為之前有蠻多的廠商喔 類似都有這樣的問題 每次回來的資料 給下游廠商輸入 幫忙輸入資料 就一大堆錯誤 或者是你請你的其他的同事 幫你輸入的資料 回來的資料奇怪了 明明跟他講這樣子 他們就是給你亂輸入 那你怎麼辦 你就是要花時間去檢查 每一個資料 到底有沒有錯誤 那不是花更多時間嗎 所以你可以在什麼 所以有時候 前端控管非常重要 這例子不升美局啦 所以之前我好像跟各位講過 之前有個同學是公賣局 他底下有500多家的下游廠商 那他必須也是一樣啦 進出貨 需要填寫一些資料 可是問題回來是要奇怪的 就是一堆錯誤 他有500多家 每一家都要在檢查過 哇他花多少時間 後來他就用錶單 規範好 他發現喔 他的工作變得好輕鬆喔 為什麼只要回來都正確了嘛 之後再也不會有人 也有什麼樣的錯誤 所以他也 廠商也輕鬆 因為他也知道原來我不用亂 不能亂輸入 那他自己也輕鬆 OK規範好之後 就沒什麼問題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的重點 再來就是說呢 輸入完之後 我希望可以填入到 比如說都輸入正確了 然後按Enter 也可以自動的輸入的話 Enter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啊 第一個當然喔 我們前面講過 偵測一下 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所以12 加1 然後分別把A欄 B欄 C欄 D欄 做輸入 一個蘿蔔一個坑 有沒有 直接丟過來 這個叫testbox 1的 這個 點test 2 3 4 放哪裡 1 2 這三個成績 相加除以3 或者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再去合格不合格 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最後 程式是 底下就是第一個 取到最下面一列 那從A2去偵測 把它加1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偵測 最下面一列的寫法 基本上一定就是這樣的 這個前面好像我們寫了蠻多次的 類似的東西 請各位這個一定要記熟啦 這個 最好是可以把它 其實也不用10倍啦 因為我的打是這樣 點 先打一個rangeA2 從這邊向下偵測 打一個end 前刮弧 向下 然後 點 抓到它的列 的屬性 把它加1 所以其實它會自動會跳一些提示 你不用10倍 只是你可能要把這個動作做熟了 有沒有發現 你會發現我剛剛都幾乎沒有 沒有特別去 有沒有用 你會發現我是用選的 我只是記什麼 到底我需要做哪些動作 這個可能要記熟 因為這個會常常用到 你會發現這個自動會提示出來 加1 好 意思是說放哪一列 那把A欄 放 第一個 裡面的資料 放過來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第四個資料 然後這個是什麼 把它 先轉成 文字 跟這樣 裡面原來是放文字 把它轉成什麼 數字 好 然後再相加 除以3 相加除以3 有沒有 這邊除以3 然後外面包一個run的是45路 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小數點第一位 然後它就會把最後的詞放在一欄 再利用成績函數 所以成績函數裡面 這個地方成績函數指的是我們之前寫過的 模組裡面的 這邊有一個成績函數 這個方便 方便 方便如果說你要給 那個表單使用也沒問題 使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 成績函數 刮弧 它一樣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的資料在 依欄裡面 所以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依欄 把這個依欄的這個資料 因為它算完之後 丟到這邊了嘛 然後再把它這個 Ctrl鍵按住 拖拉過來給它 那你幫我去算出合格不合格 這個其實就是上面這個儲存格 然後再多重的話就ABCD 最後清空 那個我們的Testbox有四個嘛 就一個一個分別把它清空 那完成之後呢 就是剛剛各位可以看到的那個流程了 有沒有 就這個啦 你跑一遍 那頂多最後我們是有多做了一個動作就是說 這邊輸入完 輸入完 Enter 本來是會跳這邊 那我多做了一個就是 按Enter 直接輸入了 這個還蠻好用的啊 這個是直接在這邊點兩下 上個禮拜有講過啊 這邊有個keydown的一個事件 它本來是直接點兩下是change 那我們是要利用keydown 去判斷什麼 它按下的那個按鍵的keycode 是不是13 13就是指的ASCQ內碼裡面的那個Enter鍵 Enter 如果是Enter的話呢 那我就call comment button1 click 指的就是 我剛剛 這個按鈕有沒有 comment button1啊 就是那個命令按鈕 被點擊的這個 它是它一樣是一個程序 我去call它就好 等於是我按Enter 幫我轉換成 這個comment button click 所以我用call 然後呢 最後呢 游標再放回到第一個 讓它重新輸入 所以如果你這樣 你會發現 其實還蠻好輸入的 比如說我今天 來輸入完 輸入完 Enter 你有沒有 游標又跳回到第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輸入 Enter 還蠻好輸入的 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是 一個學校老師好了 你就說好這個給他 他就很輕鬆了 有沒有 他只要看著那個資料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打 一直打 多好啊 不過最好 姓名的話 可以讓他用下拉清單 因為如果那個名字都固定的話 那更好 讓他用選 下拉清單 有沒有 不過這個可能後面 可能還是要再做一些 有沒有這個可以用什麼 下拉清單來改變 以後呢 用選的 那就更完美了 哇 那這樣 輸入起來 你會發現 如果有這樣的系統的話 其實輸入資料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再也不會說 到底要輸入什麼 會搞不清楚 輸入錯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沒有人幫我檢查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等於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所有的程式 還有幫忙畫面 在雲端上面都有 你們找一下 這些我剛剛寫的所有的程式 這雲端上面通通都有 所以你只要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 即便有 你剛開始就複製貼上 可以至少能動 對不對 然後再來把它刪掉 重新自己再做過 如果你通通可以做 那表示你這個表單 真的學會了 這個是表單的最基本應用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 因為這個目前 工作裡面 越來越多人 會使用表單 再完成他的工作 而且現在很多公司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很多公司都還會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 也會要求 這個 就是公司的同事 去幫忙做這些表單 而且在職場上 這方面的人員的需求 越來越大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人資 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 他的那個求職裡面 甚至還要求說 你如果會用VBA這個專業 如果會設計表單 那就優先入用 OK 這方面需求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常常 接到朋友 常常就是要叫我幫忙找 沒有認識的人 可以幫忙寫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內部裡面實在 沒有人可以做這些 那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長的話 其實我 我想你應該 工作上職場的需求 應該會蠻大 所以請各位 把這部分表單 再試試看 那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你可以找其他的範例 甚至你工作上面 只要有一些簡易輸入的需求 都可以拿來再做一個應用 OK 這部分的話 主要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表單的重點 我覺得這部分還蠻重要 所以把這部分再重點提示 就是